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世界卫生组织临床管理负责人迪亚兹今天表示 传染性更强的Omicron变种毒株 似乎比此前的Delta菌株所产生的病症更轻 住院率更低 年轻人和老年人感染后所产生的重症风险 也有所降低 随后WHO的总干事谭德塞补充说 虽然相比于Delta Omicron对于接种疫苗的人来说 并没有那么严重 但并不意味着应该被归类为轻症病毒 他警告说随着全球感染人数飙升 已经导致超过580万人死亡 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各国政府正在努力控制这种病毒 并且全球依旧有数十亿人没有接种疫苗 而这也代表随时可能会出现 病例的海啸 数百名驾车者被困在维吉尼亚州95号公路上 经过一天多的堵塞 该州级公路于周二晚上已经完全重新开放 一名住在李士满的男子本周一从旧金山返回 他从杜勒斯机场乘坐Uber 并陷入了交通灾难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周二终于回到家 男子付了200美元的Uber账单 随后Uber又增加了400美元 将他的总金额提高到600美元 因此他对额外的收费提出了异议 Uber表示将退还全部的费用 并未错误的收费道歉 声明中表示我们很高兴 他和Uber司机都安全回家 西安封城之间已经出现了各类混乱的防疫事故 昨天有一名孕妇在微博上发文指控 自己在上个月29日早上突然见红 她的丈夫拨打医疗热线一直无法接通 在被送往医院后 医院表示由于防控指令不接受看诊 结果孩子被迫流产 而就在三天前 另外有一名怀孕八个月的孕妇因为核酸证明过期了四个小时 而被拒绝进入医院 他在医院外等待的时候就遭遇打出血 最后一样不幸流产 随后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公众道歉 并表示医院的总经理被停职 门诊部和医务部的负责人被免职 而西安市急救中心的副书记和主任 却只给予了党内警告处分 这种类似罚酒三杯的做法 让民众愤怒地表示 孩子的生命却只换来了一张处分的白纸 拥有102年历史的汽车制造商Benly 宾利公司今天表示 尽管新冠疫情和持续的半导体短缺的影响挥之不去 但Benly在2021年的豪华轿车和SUV销售量创下了新高 并连续第二年创纪录销售 在电动汽车打响的今天即使是拥有百年历史的豪华品牌 也需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宾利将在2025年推出其首款全电动汽车 截至去年12月19日 由于芯片短缺 去年全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量为1027.2万辆 仅有特斯拉是少数赢家 因为强大的自研芯片能力和垂直整合能力不惧芯片荒 成为行业的最大一家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关键新闻